凌晨3點鐘一輛黑色轎車 高速衝撞娃娃機店 撞擊力道之大 機台當場被撞飛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黑車為了躲避警方追棄 開進夜市內的狹小道路 先是擦撞了左前方的紅色休旅車後 整輛車在失控向右撞進店內 現場一片狼藉 還有機台當場破掉 裡面物品全都散落一地 而肇事的就是一旁的黑色轎車 明知道逃不了了 駕駛卻還躲在車上 不願意下車 更發動引擎想要再逃 被警方給強制拉了下來 都怎麼少一格 四格 怎麼會開架子少一格 都在少 爸媽機店業者第一時間 接到房東告之後 也隨即趕來盤點店內損失 這樣損失多少錢 二十幾 車禍發生在五號凌晨三點多 一名三十七歲的周姓駕駛 與女友酒後駕車 行進桃園三明路與民生路口時 遭到警方攔下盤查 被嚇到他不但不配合 還加速逃逸 隨後開進桃園夜市內 高速撞上一輛紅色休旅車 再一頭撞進娃娃機店 現場還有另外四部機車 也受到波及 男子拒絕配合 遠景遂將其拉下車進行壓制 經送往醫院進行抽血檢測 酒測值高達一點零五 以嚴重超標 索性事發當時正值凌晨事件 商家都已經關店 沒有人員受傷 不然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近新聞黃玉庭陽重牆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 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